10月3日,央视新闻报道,国家税务局已经依法的查处,一言范冰冰的偷税逃税问题,表示范冰冰确实有逃税的情况。 范冰冰在电影《大轰炸》中持收3000万片酬,当中1000万已经报税, 其余2000万以分拆合同的形式逃避个人所得税款618万,少交营业税及附加112万,合计730万。 另外,还查出范冰冰及她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交税2.48亿,当中1.34亿为逃税款项。 根据上述违法行为,税务部门依法对范冰冰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追收逃税2.55亿,及罚款6.28亿。 总而达到8.33亿。 而根据国家法律,范冰冰属首次的犯法,只要她在指定期限内缴清,将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 若期限前未能缴清,案件将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 而陷入阴阳合同风波后,消失了4个月的范冰冰,稍后也透过社交账号发表致歉信, 表示,最近一段时间,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痛苦、煎熬,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、反省,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羞愧、内疚, 在这里我向大家诚恳道歉。 长期以来,由于自己没有摆证国家利益、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, 在影片大轰炸和其他一些合同中,出现利用拆分合同等逃税问题, 我深感羞愧。这些天在配合税务机关对我及我公司的税务检查中, 我一直深刻反省,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应该遵纪守法, 起到社会和行业模范带头作用,不应在经济利益面前丧失自我约束, 放松管理,以致违法失守。 在此,我诚恳地向社会、向爱护关心我的朋友以及大众向国家税务机关道歉。 对税务机关调查后,依法做出的一系列处罚决定,我完全接受。 我将按照税务部门的最终处罚决定,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, 筹措资金,补缴税款,缴纳罚款。 我从小喜欢艺术,又赶上了影视业蓬勃发展的好时机, 在诸多前辈的提携和观众朋友的爱护下, 加持自己的不断努力,这才在演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。 作为一个演员,我常为自己能在世界舞台上展示我国文化而自豪, 并不遗余力地为此冲锋。 可以说,我每一点成绩的取得,都离不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支持。 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,没有人民群众的爱护,就没有范彬彬。 今天,我对自己的过错深感惶恐不安, 我辜负了国家对我的培养,辜负了社会对我的信任, 也辜负了影迷对我的喜爱。 在此,我再次向大家诚恳地道歉,请大家原谅。 我相信,经过这次的整顿,我会讲规矩,守秩序,重责任, 会把好的作品献给大家的同时, 也要监督公司的管理,守法经营,诚实守信, 增作富有文化内涵的好公司, 为全社会传播正能量, 再次向社会,向一直支持我的影迷, 向关爱我的朋友家人, 真诚地说一句对不起。 另外,范彬彬的经纪人穆小光, 也被指范彬彬被调查期间, 指使公司员工隐藏, 故意销毁涉案公司会计评证及账本, 阻挠税务机关调查, 穆小光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, 做进一步的调查, 一旦罪成, 穆小光必将承担有关的刑事责任。 此外,爆出演艺圈阴阳合同等前规则, 引发连串风波的前央视主播崔永元, 当天也在社交账号中发文, 表示,事实再一次证明, 大轰炸就是大欺诈, 参加欺诈的目前已有一人受到处罚, 而一众网友除了感谢崔永元的努力之外, 也纷纷地表示, 希望被崔永元爆过料的其他艺人, 全部得到法律的制裁。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